民間鄉田仔社區去年參加 由仙府社勞處舉辦的 社區產業行銷及體驗計畫 善用大莊、新北、坎角、松林地區的農作物 打造出很多民間的好物 今年五個社區再接再厲 克服疫情的困難 再度參加一系列的培訓課程 希望學成後 將這些農特產與伴手禮 大量的行銷出去 各種各類印井月餅、茶葉、冷泉空心菜等等 經過精心設計包裝的在地農特產品 都是去年由田仔社區帶領大莊、新北、坎角、松林四個社區 透過縣府社勞處舉辦的社區產業行銷 以及體驗計畫課程 所精心設計推出的民間好物 在別的地方你在宜蘭的話 一個空心菜這樣一把還要50塊 但是在我們這裡非常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研發出來 讓我們的東西不只可以吃到新鮮的 還可以帶回家 還可以讓大家吃到更營養更美好更口口的東西 林老師知道 所以上期之後我就隨時要跟老師說的個性做出來 我們田仔社區這邊舉辦了我們民間想好物社區產業行銷 及體驗計畫總共有15個小時的課程 我們聘請了林老師來這邊為我們社區的理事長總幹事 以及一些幹部來研發我們民間鄉的好物 來延伸一些很棒的產品 經過去年一連串課程以及現在呈現的各種成果 讓民間鄉這五個社區是找到社區發展活化的信心 因此再接再厲克服疫情困難來繼續參加 縣府社勞處舉辦的一系列培訓課程 今天的課程是希望說透過一個所謂的產業的行銷跟創意 讓社區有一個思維去想說社區的特色是什麼 那將這個特色融入在地的產業跟食材 然後創造更新的一個吃法做法還有包裝 讓我們在地的產業能有持續永恆的一個發展 然後把它呢就是透過專業的老師來教我們如何把它包裝 如何把它行銷 然後透過呢我們很多的市集或者是展售 然後呢我們慢慢的走出我們自己的一個舒適圈 讓我們的產品可以更多的曝光 那把這些好的產品呢就是把它推廣出去 行銷推廣對於民間鄉 這樣農業型的社區來講是一大難關 但參加了縣府社勞處舉辦的社區產業行銷 以及體驗計畫課程 讓田仔 大莊 新北 坎角 松林的學員都很有信心 加上民間鄉公所的用心協助 要將民間考務成功行銷出去 記者 蔡世奇 民間鄉採訪報導 耶 林靖 蔡風 移動 這心培 Eunice 窮